面前的这个绿茶十分的不要废死 因为被人抛弃 所以找上了自己已婚的前任 还死皮赖脸的住在前任的家中 达瓦看不得萨然比她幸福 于是一心想着拆散萨然和贝拉 第二天精心打扮了她 早早就在内院做好 等着和萨然来一场偶遇 达瓦拦住了下班回家的萨然 接着又说出了她知道 萨然和贝拉分房睡的事情 达瓦以为一番话能刺激萨然灰心转意 于是一脸汹涌成熟的表情 可是萨然听后满脸不悦 毕竟男子和妻子分房睡的事情 让她十分丢脸 于是萨然敷衍道别后就转身离开 这可给达瓦泼了一盆冷水 但是达瓦不甘心 暗暗发誓要拿下萨然 心情不佳的萨然 只能在河边打拳发泄情绪 正巧喝得醉醺醺的海哥找到她 海哥也借着醉意说出了心中所想 因为她认为 贝拉是被强迫叫到萨家 所以贝拉并不幸福 她还想要带贝拉远走高飞 说吧 就要和萨然一争高下 毕竟萨然常年锻炼 而且还是警察出身 再加上海哥是醉酒状态 所以萨然三下五除二 就把海哥摔在地上 而这一幕刚好被贝拉看见 贝拉并不知道是海哥调试 还以为是萨然欺负海哥 于是不分青红倒白的 训斥了萨然一个 萨然看着心爱的女人不帮助自己 生气地说出海哥要带贝拉远走高飞的事情 可是还没等贝拉警示 萨然转头就走 这一切都被愚翁德里般的达瓦看在眼里 达瓦趁机找到萨然 他提出 既然海哥要带着贝拉远走高飞 你也不喜欢贝拉 还不如成全他们 你跟我好好在一起 说吧就拉紧萨然的手 听到这番话的萨然 也深深地陷入了沉思 另一边 贝拉在医院守着海哥直到他醒来 海哥看着面前的女人心痛不已 劝说着贝拉跟他远走高飞 可是贝拉遵循着父母的教会 要做一个好妻子和一个有价值的人 所以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海哥 贝拉见海哥身体没什么大碍 于是就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 她发现卧室的门锁被撬开 于是想出门一趟丢进 可是此时 阿瓦正对着萨然痛哭流泣 想用回忆纱来唤醒萨然的回忆 我们还准备呢 行到深处 达瓦和萨然激情相拥 在昏暗的灯光下 萨然吻上了达瓦 而这一切 被前来查看情况的贝拉 看得一清二楚 贝拉听着二人暧昧的对话 她只能躲在房间 偷偷地掉眼泪 可是 就在萨然即将和达瓦深入交流时 萨然突然醒悟过来 萨然想起了贝拉 为这个家做的点点滴滴 又想起了母亲的教诲 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达瓦 至独留达瓦在原底哭泣 无论的音乐 啊 我怎么往外 我怎么讲 你 你